在今天大学指考第二天 作文题目出来了 大家都觉得蛮难发挥的是 困惑的或这个字 写到好的话说不定 古文分数就会不错 而在对岸大陆高考的作文 也有考生让岳俊老师眼睛为之一亮 相守学生他很厉害 他用七眼古诗来写作文 结果最后是拿下了满分 被网友称之为是史上最牛的满分作文 另外有考生也非常厉害 他整篇作文用的全部都是假古文 或者是青铜名文等等古文 来撰写 结果写的根本岳俊老师也看不懂 一笔一画填满作文纸的格子 这大陆考生写得认真 岳俊老师却是困了 某一看以为是恶作剧 原来上头有甲骨文 青铜名文跟大战小钻 作文题目是熟悉 但考生用的文字让人很不熟悉 在高考它是20至30秒 就可以评完一个学生的卷子 加中老师的眼睛的话 我必须让文章有点特色 有点特点 这招真的让岳俊老师印象很深刻 因为想改这篇作文 得先请古文专家竹子翻译 不过假古文作文翻成白话文 就训掉了 岳俊老师判定偏题 只给八分 大陆高考作文让人难忘的 还有这篇满分作文 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 洋洋洒洒1080个字 内容是七言古诗 园明园中尽烈火 太和殿里无君言 随时以赴巨剑城 黄海之水 心且咸 全文102剧被网友称作是史上最牛的满分作文 文言文的话 语言虽然不符合当时的 现在的要求 但是呢 作为一个爱好的话 还是可以学下的 另类挑战虽然勇夺满分 但却也被其他的专家批评是评测不分 漏洞百书 但不管是古诗作文 还是甲骨文作文 大陆考生勇于尝试 的确成功吸引目光 郑雄黄一芬 最后报道